这个正在偷电的印度小伙叫辛格 他空手拿着冒火花的电线 稍有不慎就可能全村吃饭 但他却十分的淡定 只需要一把钳子和一口牙 然后悄悄打打借来借去 几分钟后整条街就用到了免费的电 作为印度坎普尔市的一个野生电工 辛格的偷电技术十分高超 每天来找他偷电的人络绎不绝 因此他被很多人称为侠盗罗宾汉 也是当地有名的偷电普罗米修斯 虽然在印度偷电是违法的 但印度的偷电现象却屡尽不止 像辛格这样的野生电工更是数不胜数 在印度的大街小巷 只要有电线就会有数不清的钩子 他们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搭在电线上 就连高级电工来了也直摇头 但印度的民间高手却直呼小事 而且因为电力设备落后且简陋 印度人偷电特别的简单 他们只要在主线上加个夹子 就可以轻松获得电能 不过就是刺激程度高很多 稍有不慎就火花带闪电 全村请吃饭 虽然印度没有人做过统计 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失邪 因为偷电而死的印度人一定不少 你可能还会好奇 印度人冒着生命危险 全民偷电 难道是因为电费太贵了吗 事实上印度的电价并不贵 一度电的价值四卢比 融合人民币0.3元 而且一般印度家庭耗电的电器并不多 这么算下来 印度家庭一个月的花费 可能最多在50到100人民币 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冒死偷电呢 是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吗 答案似乎也不是这个 根据英国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间 2020统计 印度年发电量约1.6万亿多 并且以每年0.5%的速度在增长 位居全球第三 仅次于中国 美国 按理说这样的发电大国完全不存在用电荒的现象 印度到底怎么回事 这还要从印度的老问题说起了 印度是个人口大国 可是基建一直跟不上去 落空的电力系统和老旧的设备 使得电力在输送时就损耗了将近五分之一 在印度最现代化的城市 频繁出现停电的窘状 就连印度首都新德里 很多有条件的人家都要配备蓄电池 至于贫民和农村 那就完全听天有命 而且这么点电还得扣去工农业生产 普通居民能分配到的就少之又少 而更为现实的是 剩余的电还得优先分配给高种性 而占人口25% 将近3亿的低种性 就常年处于缺电的状态中 只能天黑就睡 就拿新歌所在的坎普市来说 平民枯曲 每天的供电时间居然在晚上11点半到早上10点半 有效的供电时间只有几个小时 而且还时不时的就停电 停电到什么程度呢 就连印度一个地位很高的设计师自己都吐槽 停电被偶尔的供电打断了 与之相对的是高种性富人区 这里不能保证全天供电 但至少18个小时是有电的 而印度的种性质虽然地位低 但并不傻 所以他们才更要偷电 而且尤其爱偷富人的电 就像辛格所说的 导演又继续问辛格 难道你不怕政府吗 听到这句话辛格笑了 根据印度官方的统计 每年被偷的电力 大约占到全国电力的五分之一 以美单位 私印度卢比的平均电价算 其价值相当于1万亿印度卢比 这颗人民币大约860亿人 印度政府对此十分恼火 这一年 坎普尔市电力公司新上任的老总 马沙瓦决定对偷电进行大力整改 他派人去各个地区催修电费 但手下的人却一个个面露难色 因为这可是一个大苦差 事实上 电力公司不是没有去催过电费 但这时就体现出印度人偷电的决心 凭本是偷来的电 为什么要消费 也有点小的偷电人 想得当场就跪下 但更多的人都十分强势 因为他们偷电往往都是集体作案 有时一整个村整个村的偷 印度发生过很多攻击电力公司员工的事件 对于这种形成规模的偷电势力 警察员往往也都十分害怕 他们害怕受到攻击和伤害 大多数时候就象征性的待个五分钟 然后隔上好几个月再来 这次迫于老祖马沙巴的压力 警察员登记了一些偷电的人 并让他们赶紧去交罚款 但几天后来交罚款的人寥寥无几 虽然马沙巴上任时表示 自己会尽力改善平民的用电环境 但可以看出来没有多少人相信他 电力局一边喊着偷电罚款 偷电的人依旧找偷博物顶峰作案 这次整顿偷电行为彻底失败 电力公司有时候也会对偷电的人 进行断电的处罚 但他低估了人类对光明的向往 他断了这里的电 星哥和同伴就从另外一边接起来 而且除了民间的小规模偷电行为外 竟然还有地方政客组织老百姓偷电 印度每年都有联邦议员选举 地方政客为了获得更多选票 就会纵容和帮助民众偷电 甚至为了他们和电力公司对峙 也因此每当人民院和联邦院的大选来临时 印度人偷电的数量就会明显上升 这一年在坎普尔时一个政客的干预下 电力公司放松了对偷电的管辖 民众们用上了几天舒服电 星哥也难得的闲了下来 但他十分清楚 等到选举过去自己又会忙起来 因为政客们不会真正关心民众的生活 只是利用他们进行选举 这天无所事事的星哥回到家休息 星哥的母亲觉得他有手好闲 因此一见他就忍不住生气 催促他赶紧去找一份新的工作 星哥忍不住和他吵了起来 当然吵着吵着 母亲的语气渐渐的软了下来 原来他不是嫌儿子不赚钱 而是害怕儿子的工作太危险 星哥靠在母亲的肩上 他有些内疚 渐渐的沉默下来 但后来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 选举结束后 赢得选举的政客们扬长而去 电厂又开始准备严查偷电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黑暗之中 总有人鸟作偷电的普罗米修斯 星哥又开始重操旧业 如果未曾见识过光明 那么他们还可以忍受黑暗 但是要让他们看着富人的光明 而独自承受着黑暗 那么也太残酷了一些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有时会停电 那是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 而现在的孩子应该很多 根本没见过停电 电对于我们来说是基本的基本 很难想象有的国家一停就是几天 内部不合分配不均 在疯狂的偷电行为背后 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真实问题 如果把民生搞好 老百姓安居乐业 谁又愿意用生命去冒险呢 所以偷电乱象的背后 应该是国家去深刻反思 提高国民经济 才是解决偷电乱象的根本